无作有云无欲 若知一切法无相 这与三界无所愿求 你小小的时候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对于求愿 这个念头就打掉了 其入一个什么境界 其入变法界虚空界 跟我是一体 那我们生是物质 这个里面是精神 我们的精神 跟自信相应 那华音精神讲的发心 你看看扩大的时候 恢复到圆满了 那我们的身体 跟变法界虚空界 所有物质 成一体了 心是法性 身是法相 这叫法身菩萨 这叫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 不再执着这个神 是我 法相是我神 法性是我心 我的身心比宇宙还大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是我身心变化的 变现出来一下 谢谢 这叫妙觉 圆满成佛 你在变法界虚空界起的作用 就是大方光佛华言 大方光佛华言 就是讲这么一段事情 心跟法相 结合了 成一体了 身跟法相融成一片 就这个 就给你讲这个 这叫如大半裂半 永远没有生死了 这个里面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怨能 充满了向好 古人有两句话说 不度华言 不知道成佛的富贵 你多了华言才晓得 你的富贵真正达到圆满 世间人王太小了 大凡天王差太多了 熟悉摩西首楼天王 比不上 而且这个境界是平等的 人人 人人可以真的 感谢观看